无人机将成为解放军未来反潜的主力 中国反潜实力增长太快了 大家好 我是薛英华 欢迎收看云华观点 中国反潜部队装备实力规模如何呢 中国很缺乏反潜巡逻机 这是事实 装备数量至今都比美国和日本少一大截 造成中国远洋反潜能力不足 这种情况或将在短时间内有所改观 在这次珠海航展上 中国展现出的彩虹无人机挂载了专业的反潜装备亮相 一龙无人机家族也透露出有执行反潜任务的潜力 为了中国反潜主力 或将是这些远程无人机 反潜是非常耗时间的作战 在茫茫的大海搜索机制潜艇难度非常大 只能从潜艇活动时产生的噪音而追踪潜艇的位置 这需要长时间大面积的广泛收集海洋噪音信息 从中分辨出潜艇的噪音 当下著名反潜巡逻机都是美国装备的P3C和P8A 它们可以在8到10个小时连续飞行7000到8000公里 携带各种先进的反潜设备和反潜武器 美国的反潜机广泛装备美国和它的盟友 尤其是日本装备了100多架P3C 它们经常在中国附近搜集中国潜艇活动的信息 韩党侦察机靠近中国领海窃取情报 现在中国的无人机能执行反潜作战 将扭转这种情况 中国的远程无人机两大家族 一种和彩虹系列中的长航城长航式无人机 最大飞行时间达到18小时以上 刚才珠海航站连洋巷的伊隆三航程达到战略轰炸机的级别1万公里 几乎可以从中国直接飞去美国了 伊隆三持续飞行时间长达40个小时 比美国的P8A很长4倍飞行时间 远程无人机不需要考虑飞行疲劳 只要可靠性够高就能长时间飞行 如果加上空中加油装置 飞行时间又能延长你大截 而美国的P3C和P8A既是可以空中加油延长飞行时间 但是里边的飞行员受不了十几个小时的飞行 只能降落轮班 未来中国无人机不间断的围绕着日本岛不停的转圈 收集日本的潜艇活动信息 顺便收集美日两国部队的活动情报 以欺人之道缓欺人之身 反潜主要非搜索和跟踪潜艇 以及拱击潜艇两大部分 远程无人机就适合承担搜索和跟踪潜艇 运久反潜机就执行攻击潜艇的任务 中国现有的远程无人机最大起飞重量不超过十吨 其中燃料占了一大部分 如果还装上反潜武器 那就更没有多少重量挂载反潜探测设备了 所以干脆完全发挥无人机的优势 只带反潜探测装备 而运久反潜型体积大 可以携带反潜装备 还能携带多枚深水炸弹和反潜鱼类 运久反潜型适合做后备队和主攻手 当无人机发现潜艇 就通知反潜巡逻机去跟踪识别 确认既可以发动打击 反潜巡逻机和无人机科学的组合 能大幅提升中国反潜作战的能力 远程无人机还能作为航母载机 这样中国航母编队反潜能力会大大提高 现在航母编队只有直升机作为反潜机 直升机的飞行时间更是短的可怜 只有三到四个小时 受制于直升机的航程和飞行时间 航母的反潜范围很小 只有100到150公里左右 潜艇发射鱼类只有几十公里 但是发射的反潜导弹通常超过200公里 因此航母反潜圈只能防范敌方的潜艇鱼类 不能防范导弹的攻击 而中国航母如果装备无人机执行反潜任务 反潜范围可以扩大到200到300公里 还能组织多层反潜网 能防范潜艇多种攻击手段 反潜效率提升不值一倍 反潜无人机制造成本和时间 都远低于运救反潜巡逻机 只要中国海军肯定了无人机的反潜能力 很快就会有大批量的装备部队 与运救反潜巡逻机一起保卫 中国的万里海峡 好了 今天就说到这里 咱们下次见